不满足 想说是这样可以用但不好用 我们习惯还在e-sale 所以有没有办法直接就帮我把它转成e-sale 所以如果要把它转成e-sale 那有几个方法 我交给你 如果说简单一点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如果你只是希望它能够打开的时候 是在e-sale的环境里面的话 那其实你真的不用大费周章 你只需要把负档名改成csv就好 其实csv它就是一个文字档 只是说这个文字档打开的时候 会自动帮你分割了 然后放到e-sale里面 它会用e-sale去开启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是真的需要e-sale 而是只是希望用e-sale打开的话 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把负档名存成.csv执行看看 刚刚这一题我只有改负档名 执行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开启这个地方 就会多一个 负档名现在没有看到了 所以如果你假如要看到的话 我这边好像它组合管理 它这边有一个 我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负档名打开好了 它这个负档 把它新闻 反应配置 这边吧 在这里 检视 好像负档名可以把它打勾一下 显示负档名 这个是这边好像是windows7的 这个显示负档名 有没有 不是在这边 方法不一样 那这边有隐藏已知的 把这个负档名隐藏打勾取消 把它套用一下 这个是windows7的环境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点csv 点csv预设就e-sale 所以你把它点两下 打开来的话 它就会在e-sale打开了 有没有 如果你假设你的需求 是很单纯的 就只是说希望将来再e-sale打开 那最简单就改一个负档名就好了 可是你说 可是我不是 我是希望真的变成e-sale OK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你就要想办法 可是问题你要怎么样 可以让它真的 把它变成一个e-sale档 那e-sale档的负档名 那就是xlsx 如果你现在存的话 我看应该也是可以成功 只是会最后没办法读取 我看一下 有来了在这边 但是你因为它的格 它里面的资料是纯文字 可是你却把它存成 它的那个不对的格式 它就出现这样 因为内容不符 你只有负档名是对的 内容不是它要的那样的一个资料 所以呢 那怎么办 所以如果假设 你真的要变成e-sale的格式的话 那首先特别注意 你必须要外挂 那跟各位讲 你怎么知道外挂 在python里面有哪一些是可以用的 那跟各位讲 你Google搜寻那个python这个关键字 就会找到 Welcome to Python ORG 那如果你想知道说 到底python里面能够处理什么样的 能力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找到上方有个叫py 这什么 pypy 这个pypy的话 其实这个指的就是 那个python里面官方提供的 当然这个是第三方的 这个相关的外挂套件 所以呢 你假设想要知道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相当的package package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解释成 类似像那个什么 类似像那个外挂的套件 那其中的话你可以看到 目前这个外挂提供多少个 总共大概是57万多个 其中的话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说 有没有提供for e-sale的 其实有啦 怎么找 很简单 你就打一个e-sale 他就会告诉你说 这些套件里面 有支援e-sale相关应用的 总共有这么多个 多少个呢 6780一个 他里面关键字有提到e-sale 但是呢 哪一个是可以用来处理 关于e-sale的 其实好像都可以 只是说用的方向不同 里面都有说明 ok 有没有发现其中的话 像这个应该 list to e-sale 只要你要把串列 变成e-sale 这个是可以的 那因为这么多个跟各位讲 但有的其实是只是 很阳春的功能 那有一些是真的可以 那其中我是建议 有一个套件 是真的目前大家比较常使用 而且是应该 他使用起来的话 应该是最全面 所以我建议 一对千多个 其中有一个叫什么 就这一个 因为我经过 非常长的时间的试验 发现说 最后你根本不需要 知道哪 那么多个 最后我帮各位挑出来 这一个应该是适合 大家使用的 他的名称叫做 OpenPyExcel 就这一个 那这个的话 其实他的好处 我个人是觉得 因为我用起来 我是觉得 他跟那个 VBA的架构 基本上蛮类似的 使用起来 我觉得观念也会差不多 而且用起来蛮普遍的 很多书里面都用这一个 当成是他的基本套件 所以我是蛮推荐的 所以我是蛮推荐这一个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去使用它 第一个的话呢 底下有个范本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在第几页 第五个单元里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把一个范本 放在第九页的地方 有没有写入范本 那这个写入范本的话呢 这个应该蛮简单的 就总共一二三四五六行程式 你们可以先试试看 把这个范本 底下有六行 写入范本这一串 Ctrl-C 然后先把它加一个新的模组 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好 那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范本的话 其实很很单纯 OK 首先的话呢 它当然是呼叫这个套件 叫OpenPyExcel Import后面加一个叫Wopbook Wopbook我刚刚不是讲吗 就工作部件 这个物件的话 主要用它可以存取Excel档案 有没有OK 那这个档案里面的话 一定会有工作表 所以呢 你会发现 第一行就呼叫OpenPyExcel 第二行的话呢 就是产生一个 叫做工作部的一个物件 用它可以存取那个档案 OK 或者可以存档 比如这边有个Safe Safe档案就是利用它 那进到那个Excel里面的话 一定有个工作表的 所以我要跟他讲说呢 哪一个工作表 OK 点Active啦 这个点Active是说 你目前游标停在哪一个 那我就用哪一个 就第一个啦 反正就第一个工作表 我就让它产生一个物件 物件名称叫Sheets 这个名称自己取没关系 然后呢 我如果要把资料放进去的话 跟List的方法一模一样 就是叫Append 可是特别是哦 Append里面的东西 一定要是中瓜糊 中瓜糊嘛 就串列 所以如果假设哦 你要把资料放进去的话 记得一定要给它一个 中瓜糊 那这个的话呢 指的是先放第一列 那第一列的话呢 其实就是放两个栏位名称 第一个栏位名称叫MU1 就是Lumber 编号 第二栏的话叫TL 就是电话 然后再塞 第一个人的 就是这个1号的电话 但底下还有2号的电话 3号的电话 有没有 一类一堆 那最后呢 如果你要把这个资料存起来的话 最后再Save就OK了 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Sample 反正你将来可以以这个当成一个框架 一个范本 然后去修改 那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假如呢 我希望可以把刚刚的那个Report Member report 直接存档成以Sale的话 那我可以利用类似的 这个 但我们先执行看看会不会成功 所以如果成功的话 那就OK了 可是理论上 因为我们这个OpenPyrex 这个外挂 在Python的基本环境里面没有 你必须要自己装 如果你没有把它安装 它会出现找不到的错误 我先试试看 应该这边没装吧 执行看看 有没有发现 执行之后呢 特别小心哦 以后如果你看到这个讯息的话 就表示你没有装 这一个外挂 来看一下 怎么知道 特别注意哦 这边 有没有看到 反正你看 那个 深红色的 这个关键字 这个是一个主要错误讯息 叫做module module就是模组 not found module not found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模组 这个外挂 OK指的就是一个外 这个模组 not found 然后呢 他还跟你讲说 no module 没有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 name 叫什么呢 这个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教各位怎么把它装起来 以后反正你只要看到no module 什么 你就记得把它装起来 装的方法都一样 所以你今天如果学会这个 以后装的方式都差不多 所以后面如果假设 我们要装什么 方式 大概雷同 首先的话呢 装的方式 我在那个云端白板这边 有一个叙述 我看一下 再往上这里 一样在第八页 范本的上方 这边有一串这个语法 然后呢 首先呢 这边有个叙述 第一个 应该1 到python384 上方 2的话呢 输入cmd 然后再来的话呢 3 执行什么 底下命令 这样大家应该不要看很清楚 我把它分123 我做一次给大家 1 先找到python384 python384在哪里 在c点底下 python384 这边找到之后 把它打开 1 ok了 2的话呢 请你再到这个上方 有没有 记得是你的路径的位置点一下 上面请你打cmd enter cmd d 加个enter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跳出 这个叫dors ok 以前 这个大概30年前大概都是只有dors 就这个东西 那输入一个语法 就这一串语法 有没有 python1-m 然后pip install 就是把它装起来一次 好 所以如果你说 老师这个我 我这么长一串 我打我怕打错 很简单 那刚才是这样 懒人做法 选起来 Ctrl C 然后把它贴过来就可以了 贴的话 我记得 这个dors好像 没有办法直接贴 它好像有个方法 好像按右键 是不是就贴上 我看一下 按右键 它有个贴上 好像不同windows 做法不太一样 如果windows10 好像是按右键 它就贴了 那windows7按右键 就有个贴上 我贴上看看 可以了 不过其实语法也不难记 反正就是说 python1-m的话是手动的 强制安装到 目前的这个环境里面 帮我安装这个东西 所以以后 如果假如你要用别的外挂 其他的模组 他跳出说 NormalNate 别的名称的话 比如说Pandas 你就把这个OpenPyXl 改成Pandas 它就可以帮你装 OK 那你这个时候Enter一下 它就会到那个主机 它的server上面 去找一下 有没有OpenPyXl 有的话 它就从网路 直接帮你把它download下来 有没有 目前有没有download这些东西 所以前提记得 你的电脑一定要连线状态 如果你没有连线 一定没办法安装 OK 然后呢 它目前是在安装 OK 那装完之后的话 它就跳出 安装成功的 只要你看到Successfully 这个地方 表示安装成功 它底下有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是说 你的Pip的版本 比较旧一点 你要不要upgrade 不过这个不管它 没关系 不影响 OK 你不要没事把它upgrade 不用 你就是 反正你看到Successfully 这个就OK了 表示成功了 好 好 刚刚是出现那个什么 no module name 这个时候会不会呢 试一下 不过我刚刚好像这个地方 我的sample 这个路径 我看干脆把它改一下 我把它改到那个 我找得到的地方 不然它等一下 存到别的地方去 我找不到 我把它放在C的temp底下 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它放到这里面 然后 记得一个反斜线 就是C冒号斜线 有没有 这个底下好了 这样我比较找得到 记得 最后加一个小R 因为前面我们在讲过 好像同学有出现那个错误了 因为之前的版本不加也没关系 但有些版本一定要加 干脆就记个小R就可以了 我讲过了 它有好几种方法 你可以两个反斜线 或者是一个正斜线 但太乱了 干脆记个小R就快 OK 记个小R 直接加一个小R 这样就解决了 好 关键时刻来了 刚刚有一个no module name的错误 对不对 如果呢 我因为已经装了 理论上应该是OK的 执行一下 它如果跑完之后没有错误讯息 那应该是成功的 有了 成功了 我看一下 所以理论上应该在这个底下 会有个sample 里面应该会放 两个栏位 有没有 一笔资料 应该没错吧 我试一下 打开过来看看 有没有sample 有了 有了OK 所以应该 反正你每次不要乱放就好了 OK 把它打开 打开看一下 有没有成功 成功了 有没有看到 所以有 有没有看到 以后的话 一样的道理 你先建一个workbook 然后再指定一个序值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的 有没有 这个就是它 这个序值物件 所可以控制的 那要怎么样把资料放进去 就append 那怎么样把这两个资料放进去 记得一定是中瓜糊 ok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串列 才有办法写到Excel里面去 ok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概念的话 那假设我希望把刚刚的 那个姓名跟手机 写进来的话 那不是差不多意思吗 我只要把姓名手机 这个串 前提是一定要是个串列 你不能说我给它两个文字不行 一定要是两个串列 放进来 它就会帮你写进来 所以你只要写个回圈 那你说如果一笔一笔写 不是喔 你就一个回圈 对对对去控制 你总共有十个会员 你就让它回 但是要基本那个表头也要 对对对也要 ok 想想看这个tempo 我是觉得还蛮适用 你可以先测 这个嘛 如果你假设这个ok 你再去改 那应该就不会有错了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安工的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嘛 DOS这个嘛 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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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 C先打开 然后Python384 上面点一下 打cmdEnter 然后再把语法贴过来就可以了 贴到这边来 所以这个应该我再补一下 因为123 刚刚那个动作 这边再加 这个后面加一个Enter 应该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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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